徐凤年上山,只想学李纯刚那样一人杀千军 春雷虽未待在身边,养溺照旧 徐凤年自己也已经察觉到机遇有太多杀意和戾气 再这样下去迟早走火入魔 到时候北梁少了一个世袭网替的北梁王 北莽倒是多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新魔头 大致问过了沈门草堂的家底 得知除去两位不识人间烟火架势的老爷子稳居二品 像钟离邯郸这般实力的高人 也有四五个 对于军阵林立的橘子州来说 已经是家缝里求生存后的大气魄 北蒙以铁腕治理江湖势力 五大宗门中与军阵无意的提兵杉牌在第三 齐剑岳府垫底 因为有登榜五平的洪敬炎拉起大旗 以及剑府府主剑气晋级大隐士高人压阵 无人敢心存轻视 有着五头以惊吞姿态吸纳武林资源的猛兽诸裕在前 超一流和一流门派之间就割裂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徐凤年对此并不奇怪 北莽指寄出有此种手笔 才好在战时第一时间集结起武林实力 融入军中 给予黎阳王朝重大打击 以此看来 当初徐肖马踏江湖 让一座江湖之骊破碎 实在是有利有弊 侠以武乱进 善杀士族和官员 对于朝廷而言是头疼的事情 可是一旦被铁骑碾碎了风骨 踩断了脊梁 江湖也就没了生气 徐凤年瞥了一眼韩芳 这名做忠义债头把交椅的耍棒英雄 出身名门 韩家是边陲种地冀州百年的砥柱 不知抵挡下几波北莽的游掠侵袭 韩家老爷子曾经有过率领八百精锐家旗 冲击六七万北莽军的壮举 认准亡其所在 直直杀去 战功显赫 这并非野史虚夸 向来被致使严谨的内庭史官所承认 负以浓墨重彩撰写 有韩家控厄济州几处要害官赛 导致前四十年北莽尤其南下 无数次碰壁后都折损的肉疼 干脆绕道而行 韩家亲军因此 一直被北莽皇帐 视作除之后快得心腹大患 韩家可谓满门中烈 有趣的是这一百年来 不论天子姓什么 只要你坐上龙椅穿上龙袍 韩家便忠心耿耿 为你担尽节律 把守边关 韩家子弟不惜赴死再赴死 战死沙场的嫡系子弟不计其数 直到十年前 张巨鹿和顾建堂主动编阵轮换 北梁军的发任之地两辽 尤其是锦州 最为反弹剧烈 几乎酿造出春秋大定后的第一场兵变 接下来便是冀州韩家 韩家虽未传出任何不满言辞 甚至已经开始举足搬迁 但冀州不知为何一夜之间滑变 这才有了出自张巨鹿之口的一句 传世名言 皇帝不及太见及 皇帝 这等于给冀州动荡定下考语 韩家一门百人 被诛连 之后更是传守边军 韩方是魏列韩士族谱上的乱臣贼子 只是黎阳王朝边长莫及 总不太可能来到橘子州腹地 绞杀这名亲犯余孽 当年和徐骁以及二姐徐卫雄 一起血液围炉煮酒说天下 说及韩渊带雪无望的冀州韩家 徐骁只提了一句 说到底韩老爷子还是兵不够多 二姐则清淡加了一句 朝廷笃定韩家被忠义二字拖累 不会造反 所以更该死 一针见血 两针见骨 徐凤年曾好奇 询问徐骁是不是他从中作祟 故意将北梁和两辽货水引向济州 徐骁反问着说 你猜 徐凤年那会儿脾气急躁地 跟王府铺设的地龙一般 就骂了一句 猜你大爷 徐骁唯独跟子女才有好脾气 依然笑咪咪回了一句 我可不就是你爹吗 你再猜 然后正值少年的徐凤年 便彻底无言以对了 那时还未去上 因学宫求学的二姐 破天荒捧腹大笑 终于临近沈门草庐 沈氏仆役 被一脚踢死一个一剑 刺死一个 活下来的 在无下山入寨时的嚣张气焰 哪怕快进入自家地盘 也不敢有所情绪表露 仍是板着脸 骑马在那名附件书生身后 长乐丰上竹墓建筑临次致笔 数以千计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牌楼悬有六仪天顶四字 两根梁柱是昂贵无比的金丝楠墓 荷豹之墓 楠墓本就是官家采办的皇室用墓 大殿修器以及陵墓注动 皆是用上等真楠 而金丝楠又是真楠里的第一等 春秋时中原西蜀南唐几国 每隔几年就要出现 一两桩动辄几十颗 人头落地的运南武弊案 当朝赵家天子更是传出 过甲界修整西楚皇陵名义 盗取珍藏南墓的滑稽丑闻 因为金丝南墓 本身生长有霞光云海效果 尤其是大料 无需雕琢 就让人目眩神窑 徐凤年骑马过牌楼 转头视线停留在金丝南柱上 嘖嘖道 真是有钱的大户人家 韩芳和张秀成是头回亲临审门草庐 大开眼界之余 据是忧心忡忡 审视美富可敌国一分 他们陪葬的可能性也就增添一分 如何能有笑脸 徐凤年看着忽拉拉从主楼两侧汹涌冲出的两股人流 自言自语说道 徐凤年 记住了 可别不把二品 小宗师不当盘菜啊 徐凤年 转身伸手淡然道 拿来 一名草堂护从赶紧抛过浸透血水的包裹 骑马前行 马蹄踩在白玉石广场上 格外响亮 相距一百步 徐凤年随手丢出装有钟离邯郸两片脑袋的包裹 盯住一位白然急凶的主仗老者 不是所有人都能让沈氏炉主大半夜从顶炉白嫩肚皮上爬起身来亲自出门招待的 不过既然有高屋建林的说法 住得高当然就会有住得高的好处 负责职业瞭望的沈门子弟早已传去消息 层层递进 愈演愈烈 这才惊动了不问俗世许多年头的老人 钟离邯郸正是他的私生子 被证实有望在壮年步入二品境后 逐渐被寄予厚望 备受草堂器重 许多原本属于敌掌房的诸多资源 都开始倾斜向钟离邯郸 甚至连他揪杀当年害死他亲娘的一名姨娘 都被草堂一笔带过 后来又以白铃勒死一个 这才被责罚去后山自建斋避楼面避一年 事实上 也不过是被暗下气宴去静心习武浏览秘籍而已 今晚明明有贵客才前一脚造访府邸 钟离邯郸后 一脚便乘坐马车私自下山 这不算什么 惊讶的是回来时竟然不见了身影 如何能让在他身上耗费大量财力心血的草堂安心 双方对质 一名配有纤细青铜剑的沈氏子弟得到眼神示意 小跑去打开包囊 称目如剑鬼 也差不多了 剑鬼称不上 不过是是死人的头颅 背对家族众人的剑客神情复杂 转身后脸去眼中一抹隐藏极深的狂喜 满脸悲痛颤声道 卢主 钟离邯郸 死了 主仗卢主怒急 胸前常然漂浮 提起那根重打百斤的银铁拐杖 重重砸入玉石地面 炸出一个窟窿 贺道 你是何人 徐凤年不拉缰绳 双手插袖 被春秋剑不动如山坐在马背上 平生静气道 实不相瞒 我跟这个自称钟离邯郸的草堂剑客是初次见面 无冤无仇 不过他说了剑来二字 说是要模仿李剑神大雪平的风采 可说是剑来 却也没见到有一千几百饼剑飞来 仅是让捧剑视同丢了一把破剑过来 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也看不下去 凑巧想杀人想疯了 就一巴掌拍掉了他的头颅 你们审门草堂若是也听不下去 看不下去 不妨车轮站上阵 我一人一见 都接下来便是 常然卢主脸色阴沉地让附近审视子弟 胆颤 不敢正视 入二品境界年术 比这名高坐马背负贱青年 肯定还要长久的老人握紧拐杖 杀鸡勃勃 眯眼问道 师出河门 徐凤年一脸压抑道 我都杀了你儿子 你还跟我唠叨 我是你老子不成 韩芳和张秀成面面相去 他们也算阅历不浅的老江湖了 可韦时是没见过这样形同市井泼皮的高手啊 好好好 怒急大笑的卢主连说了三个好字 双手按在龙头拐杖顶端那颗龙嘴雕弦的硕大夜明珠上 在场不管是脱币于草堂还是审视嫡系 总计有六十几人 其中两侧功奴首有十三名 不过陆续有人进入场内 寻常人走入其中都要迷路的那种家大业大 消息难免之后就向石子投狐心 连一要想波及湖畔 总归是要一些时间的 徐凤年默念给自己听 要杀我生死自负 徐凤年飘然下马 风一出尘 弓弩第一波泼水静射 已然扑面 徐凤年一略滑行树杖 轻松躲过飞与箭矢 可怜那匹高头大马 瞬间给射成了刺猬 轰然倒地不起 一名阔刀壮汉大踏步前冲 不给他任何出手机会 徐凤年骤然加速 擦肩而过时 一袖挥出 整个庞然身躯就侧飞出去 光是传出肩膀碎裂声 就十分耸人听闻 随后跟上的三名草堂 豢养见识心之不妙 刹那间不起江湖上 还算常见的三才剑阵 剑锋抹化眼花缭乱 徐凤年双手摊开 拧住两枚剑尖 身体后翻 躲开中间一剑 手指尖两柄利剑 立即扭转 一名聪明圆滑些的剑士 跟着做出一剂 翻滚 才使得配剑不至于脱手 另外一名动作迟缓一些 虎口开裂 鲜血直流 好不容易保住脸面的剑士才 暗自侥幸 一股力道 就由剑尖涌至手腕 身体被气机凶狠前扯 正想气剑后撤 徐凤年拎剑侧移 如鱼有水 手背猛然拍在 措手不及的剑士胸膛 喷出一团星红血雾 亮呛后退时 徐凤年 抬脚高不过膝 蕴含巨大寸进的 一脚踹在剑客小腿上 让其身体腾空前扑 紧接着一记膝撞在那人额头 开画 剑客扑在白玉石板上 仅是象征性抽搐了两下 就带着这一生的荣辱起伏 迅速死去 徐凤年 两袖翻摇 弓弩射出的第二波箭矢 陷入两座诡诀漩涡 最终被反向刺去 躲得快的才逃过一劫 仍有三名弓弩首死于非命 沈门草堂以席剑之人居多 七人七剑顺发 任何一把剑 都带着不计生死的尽头气势 似乎这些江湖豪客 也被激发了澎湃血性 每一剑皆是弓敌匕首撬血 徐凤年也不急于杀敌破阵 由于滑行 像是悠哉悠哉闲庭信部 附剑的修长身形潇洒躲避 除去几剑撩刺下盘 有过移动 其余七八膝内挥出的几十剑 竟然都没能让他双脚离开原地 只见这名儒雅儒世子模样的年轻人 身体养去富起 朝涨朝落 只是偏偏不到 任你千万剑来袭 我自双脚生根 一名冷静观战的金冠紫衣男子 站在卢主身畔 剑到父亲点头后 一剑出鞘如龙鸣 剑气隐隐萦绕 在七剑剑系朝徐凤年心口刺出歹毒一剑 徐凤年双手抱圆 笼罩铸长剑 和他心口近在咫尺的忧虑剑芒 不得前刺分毫 手心再度化圆 剑身随之流转 和钟离邯郸 有五六分形似的紫衣男子 微皱眉头 不去强硬握剑 而是掌心推在剑柄上 终于向前推出几寸 徐凤年向后飘去 连这一次和七剑一起躲掉 时刻关注场内局势的弓弩手 立即泼洒出第三波剑雨 不求杀敌毕命 只求不给这名剑客换气机会 一气换一气之间 正是如同阴阳间隔的紧要时分 那些势均力敌的生死搏杀 比拼的就是换气精巧 当然还有气机充沛程度 双方绞杀 如气囊互相针刺 就看谁露得更慢一些 当初将叛 一位羊皮球老头 刹那间八百里流转的一气长存 便杀去六百铁甲 步入大金刚出境的徐凤年不禁反退 再次让剑雨落空 紫衣男子脸色微变 以气欲剑 带剑反身变退 海市渗楼暴涨 硬抗六剑 五指成钩 按住一颗脑袋 指尖磅礴气机所致 将其炸烂 双手绢绣节青丝 剩余六剑完全失去准头 一番杂乱无章的横冲乱撞 在五起初井然有序的凌冽气象 徐凤年 以偷尸而来的半吊子胡佳石八拍 眨眼过后 便拍死了六名死不明目的剑客 站在尸体中间的徐凤年 双手起昆仑 闭眼低声道 李老头儿 要不你睁眼看看我一气杀几人 未完待续